香沙六君丸这样用 不仅干气调畅 还能让你皮强未见胃口大开 香沙六君丸其实就是贱脾和胃化痰师的六君子汤 加入了木香和沙仁这两个行气的药 可以调理一些消化不良辅杖爱气大壳 或者是大便吸糖之类的情况 但是脾胃的功能是比较多的 脾胃受损后每个人所出现的主要症状也不相同 这时单独参考一个香沙六君丸 可能就会有顾及不到的方面 因此今天给大家分享几个常见的搭配 第一搭配柴壶树干丸 像脾胃不好的人石油八九都会伴随着干瘀的情况 经常压力大焦虑急躁 或者心情不好容易胸闷嗓子眼不舒服 这种情况下虽然我们也会出现一些消化不良 爱气大壳或者是食欲下降 容易胀肚子之类的脾虚的问题 但调理石不仅的健脾胃 还在肩带疏干 所以就可以搭配上柴壶疏干丸来让畅达干气 第二搭配饱和丸 脾胃不好时出现这种情况 就是胃口好但是消化差 所以稍微吃的多一点就会出现及时的情况 开始胃胀大嗝反酸 嘴里还伴随着发苦发酸或者是口臭的情况 平时依旧乏力疲惫大便吸糖 但我们想要调理消化不好的问题 单独依靠香沙六军丸是不行的 那就可以搭配上饱和丸消极化石 不仅可以促进消化吸收 还可以避免加重脾胃的负担 第三搭配五菱胶囊 我们都知道脾可以运化水湿 那脾虚的人通常身上湿气都是比较重的 那水湿往下走 如果内停于膀胱的话 不仅会出现一些消化差 容易爱气打嗝 食欲下降 四肢困重 胀肚子 或者大便吸糖的情况 可能还会出现一些水肿 药品 小便不畅小腐发胀 或者是口渴但不想喝水的情况 这时单独依靠香沙六军丸 是无法有效缓解的 所以就可以搭配一个五菱胶囊 来沥湿行水沥尿 那以上就是香沙六军丸的几种搭配 当然根据症状的不同 还有很多不同的搭配 是我没有提到的 所以大家不要盲目跟风 一定要搞清楚自己的情况 对症搭配条理 今天分享的内容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